玉棒相争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年 当时七雄相争,征伐不断 赵慧王准备攻打燕国 燕国就派一个叫苏黛的说客 出使赵国劝说赵慧王 苏黛给赵慧王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只盒棒张开两片硬壳在河滩上晒太阳 有只玉瞧见了,把嘴伸到棒壳里去啄它的肉 和棒急忙把壳合上,牢牢地夹住玉的嘴不放 玉用尽力气还是拔不出嘴来 玉和棒就这样相持着,谁也不让谁 正当他们筋疲力尽时 旁边的渔夫毫不费劲地把他们一起抓住了 苏黛对赵慧王说 赵国和燕国交战两败俱伤之下 秦国就会趁虚而入了,请民三思啊 赵慧王听了觉得有道理 便放弃了攻打燕国的打算 后来,人们就用欲棒相争这个成语 抵御双方争执不下,两败俱伤 让第三者占了便宜 战国策中还有许多生动幽默耐人寻味的故事 在等待你去开启哟 一起去读一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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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算赏了